嗯 老爷就拿着给请我吃包子 我包子也没吃上 还挨了顿打 活该 夫人 我委屈啊 你委屈 你替他打掩护你就活该 夫人 我知道错了 您别生气 行吗 看来老爷这回是谁也不想待 就他能 他谁都不想待 你说老爷真是让人操心 都多大的人了 还玩离家出走 他自己在外边有多少仇人 难道自己不知道吗 你说他一个人在外边查案子 要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说咱这一大家 林雪 你瞎说霸道什么呢 老爷吉人自有天相 又是朝廷命官 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说老爷一个人在外 真要万一 行了行了 别说了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他死在外边呢 我才不管他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夫人 一会贺世卫回来 说不定就把老爷带回来了 别太担心了 我都没结束了 我都没结束了 快点 我都不想这儿去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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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去吧 那他人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敢这儿的 我也很少了 对你的天啊 更早就能送你呢 我都不想得了 还府 这位姑娘要算点什么呀 先生 您帮我算算 我到底想干什么呗 我算出来你要捣乱 大人 您别装了 您这整得还挺像的 龙南姑娘 你跟着我干吗呀 大人 我都想好了 我要跟您一起去临庆州 姑娘 龙南姑娘 大人出门这是工干 哪儿有一大人 带着一五座出去的呀 有事会叫你的 我不管 我是您徒弟 您是我师父 您去查案就得带着我呀 龙南姑娘 再说咱俩这一道走着 去临庆州好几天的路程 多有不变算了 算了 有什么不变呀 龙南姑娘 这 这再怎么说 这 这也算孤男寡女啊 这要传出流言蜚语来 对你一个姑娘家不好 我不怕 大人 莫非是您怕吧 大人有什么可怕的呀 那就是您有什么 不方便说的事 胡说 大人一生为官清廉 没有任何事不能与人说 那不就成了嘛 咱们走吧 不行 有事叫你 快 快 快回去吧 快回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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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